内心不由清凉 可以继续关注内心的困境 不过,带来困境的心念 不可以用来积析困境 意思,透过百种心念 百种周围,百种心态 这可以积析所有的困境 带来和平和安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安乐来自华材 其他人向这些华材的困境 每当做有困境时 但永远会过来自华材 例如,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困境来自华材 他们说,我变成这乎在乡 都是华材作成的 爱过来自华材作成的 就是某一种程度来说 整个西方文化 教育哪 教育的困境 整教教北部的心胜 离不去共同北部 让孩子生命的祖恩 其实 真正的安途 将我们的过期 我们的经历 选择我们的教育 都没胜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reducingill神 过期 那中阡所大来的安逾是灵味的 只是某一种外事的思想 犹如黑暗中极特殊的三更 真正的喜怀 持久的喜怀 来自理心秦处 下来 那儿会作为孤兰的快乐 顶笑真正的安乐 难的可能是由孤兰中进来的 奉托是青都奥业的授手 三少 三少这是小心 心是高清的心理技巧 足以姬姿势劳的观念 开架正确的顺遇方式 带来乎平 安乐到乎海 三少 听起来好清楚是宗教的书记 其实三少是一门最亲耳的理在心理下 三少保护心 护心各地尽少 三少 三少 愿意你去各地其他友情 在所有各方面对你的恩惠 悠造意 让你保持祖心 三少 也有作意 让你各地其他友情如何受苦 因此心怀疲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合天窗 累心的空气 呢 大暗时 三少 真正的三少 真正的收行 开始把苦难 化为安乐 这就要刻专画 祖基的心 祖基的台度 优优独播剧場 你必须下降乎 一步开店主义的心 你好一日 你好一年 甚至就要开尾压几句 旧情地说 这种修心本身 这是一种修安忍的烦门 有些串修的烦门 好比摧毁有毒地物的金 受情绩没法选择 一在地欢迎 作成祖宗的上海 一旦你吹飞 第十苦的业金 业的经济 便没法选择 因性困境 三首是为了帮助楼南在困境和苦闹当中的人 父法本身 好比救生医 当下跪危险的苦害时 甘员请救生医 甘员受情父法 由祖宗来作主 三首是为了帮助楼南在困境和苦闹当中的人 透过三首 这者困境记得 帮助楼南在困境和苦闹当中的人 三首最重要的目的是 发展自眉心 因为 像是自寄的理心 在到岸上也不够 认识三首最重要的目的是 发展省心 普体心 当晚 见到 比较吉他友情 减着上海 结束 你内心也没大家完全 不在上海 吉他友情 只是一比 第二个人的境界 你也是应当 进立 背影 普体心 随时 都会能力改善自寄的心 自寄的态度 有点充满的心 我只能力改善自寄的心 也没人改善自寄的心 不在上海 你也没人改善自寄的心 以及运用身为人所拥有的聪明在地 加公带的清凉 为主旗和世人創造更加多的困境 不如不用省心、护体心、不用地悔 修连做起的心 修连做起的心 修连成心、利益减轻 便利减轻银忍 做素心、利益减轻 便利减轻做美 减轻关心其他友情的安途 主旗没有制作这样的努力 对心中的友观主目 由此便利减轻海 清心、慢心减轻 减轻淡 减轻不关销 所有保力就是这样发生的 感谢观看 稍微地匯 就只是去各地尊重 买心 幻觉 及很多不必要的食件 在 我们的理心吃饭 合比 常常滚的滚水 一会大来上海 让我们不得安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地区 新春起见 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点灯 供水 限时供 招请及甘露诗时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战神法师 祖法临重 日期2月17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兴路 23-10号 洽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从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地区 新春起见 护博祈福法会 大吉大乘十轮经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自成法师 主法领重 日期2月18日 星期五 地藏十轮经 第一卷至第四卷 2月19日 星期六 地藏十轮经 第五卷至第八卷 2月20日 星期日 地藏十轮经 第九卷至第十卷 下午放宴口 每日上午8点开始 地点 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兴路 23-10号 洽询电话 零四九二三一五 九九九 零四九二三一五 九九九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窗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在我们佛法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去 照遇我们的清明节的这个习俗 我们是否会有什么不好的 就是不好的影响发生 我们是不是会有什么 就是对我们的祖先 会有任何的影响 对 还请大家师傅来跟我们分享 首先 在佛教里头 不只是清明节 我们要意念到我们的祖先 而是所有我们所做的功课 所做的善行 我们都可以回向给我们祖先 所以在佛教里头 其实可以这么说 对于佛教徒来说 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清明节 一样的去祭祖 甚至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把它当作 清明节一样去回向给祖先 因为我们的重点是 要让他们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既然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可以说 那你等吧 祖先你等到明年的清明节 你还要再等一年 你才能够离苦得乐 不可能 佛教里面是我们希望他 哎哟 每天我都做功德回向给祖先 每天我都发愿回向给他们 每天我都做善事 乃至每天我都念佛 都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到快乐 这才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说 如果我不做 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应该说 佛教要求你要慈悲 要大慈大悲 要开始发心 要开始发愿 所以我们反而应该承担起来 我们每天都要意念一下祖先 每天都要意念一下痛苦的众生 每天都要不断不断地回向给他们 我们不要说不做会有什么影响 你应该想说 如果我今天没有去做 那谁要超度他们啊 他们是不是还要痛苦很久啊 那我只要帮他念个佛 我念个五分钟的阿弥陀佛 我念个五分钟的观音菩萨 再回向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离苦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每天这样认真地去做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正面地去想说 我们不只是清明节那一天要回向给祖先 我们要每天每天地帮他们念佛 帮他们修功德 这才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不要再害怕说 哎呦没有做会怎么样 应该说我们天天都要发愿 天天都要努力 天天都要修行 因为我们跟这一些众生 跟我们的祖先 跟这些往生者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到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明的加持 这才是我们佛教的重点 我们要每天不断不断地念佛 每天不断不断地修行 好 护持功德书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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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